一条模糊的举报线索 摸排出香烟走私团伙 深挖扩现 以点带面查网络 从打中间环节 到全链条打击 全力以赴除链条 出入护靴探情报 利剑出鞘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8年年初 湛江海关基司局 收到了一条群众举报线索 经过初步调查 基司部门发现 在广东多地香烟市场上 出现了一些价格比较低廉 标有出口专攻的国产香烟 从价格方面也好 从它外包装也好 都可以判断它这个姿势 那么出口专供的香烟 怎么会在国内的市场上 进行销售呢 基司部门 马上联合烟草部门 一起展开调查 我们国家的烟草呢 最次烟草的实施呢 是一种管理许可证制度 是说也凡是在市场上 经营检验的行为 或者说你有销售检验 这种情况的 你都必须要取得 那个国家发放的烟草 零售许可证 才可以经营检验 面比较广 因为在我们国内的香烟市场 这个需求比较大 因为早市基本上 就是偏低档的香烟 基司人员发现市场上 出现的这些走私香烟 不仅价格低廉 而且数量庞大 我们也通过市场调查 就发现在市面上 就有大批量的 这种早市香烟 在市场上行销售 鉴于案情重大 湛江海关基司局 成立了专案小组 该案代号为 YX1902专案 那么何为走私烟呢 走私烟呢 其实就是通俗一点 就是没有通过正常的 这个渠道 缴拉关税进来 目前的市面上呢 就是我们查到的 这个走私卷烟呢 主要分为三块 第一块呢 就是外国的卷烟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国产的出口卷烟 那么第三块呢 就是授权境外的企业 生产的那个烟 在烟草部门的配合下 海关基司人员顺藤摸瓜 很快掌握了多家境外经销商的销售 和采购数据 大家共同在进行深入的研判 利用更高科技的那个手段 更好的切入 对那个情报进行分析 从而扩展那个情报的 按照正常的国内烟草 正常的销售 它是分于须域的 就是说 这个香烟在这个须域 就是限定在这个须域 在销售 不能夸须域去销售 包括就是说一些 出口千烟就不能回流 通过进一步调查 海关基司人员发现 个别地区的采购记录 与实际销售情况 似乎并不相符 那么 是不是国外的经销商 在幕后操控 将配额的专供出口的卷盐 在境外倒卖给走私团伙呢 我们就怀疑 就谣言在境外 指示货盐 提供给国内 早是静静提供给国内 在经营销售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怀疑 我们分析数据 通过各方面的情报来言 进行综合分析 然后就对这个境外 经商团进行调查 湛江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 雷州半岛上 地处月桂琼三省交汇处 许多香烟的走私 都是从广西 海南等沿海上岸后 通过陆路运输到 珠三角地区销售 所以湛江成为 走私捲烟的主要中转地 湛江海关集资 自成立以来 坚持打团伙 获得按吹网络 蓄而不舍 亦以贯之 打击走私香烟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查 机司人员掌握了更多的情况 小专打扮 就是说我们打扮人 就像要拿货 通过要跟老板联系 我们也想做这个香烟戒行 都是通过这种洗道 我们就会取得上一级 送货员的一些信息 发现有一个经销商 在境外就把货员 在越南指货员 然后早私进一进 提供给国内 接客户进行销售 随着调查的深入 走私团伙的运作框架 逐渐清晰 从深圳出口到越南 再从越南非受官地 再早私进到寡西 不仅如此 参与其中的涉案人员 一一被锁定 当时受案的比喻多 比喻多 因为它涉及到两块 一块是境内的 跟中央公司 新型配偶 出口这块 还有境外在越南 操控这个香烟 遗留的 机司人员掌握到 案件中 在幕后组织货员 并操控走私团伙的 境外经销商 其幕后老板 居然都是境内人士 那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才能卸任 他这种 他在背后操控的这种身份 他在在越南是以 他的身份是不能在越南 制造这个商行 这个免税店 他是以越南人的一个身份 来作为一个法院代表 制造这个公司 向国内申请出口的配偶 但是其实操控就是 他的操控 最终找私这个 就是为了钱 这个钱到谁的口袋里 这是最真实的 我们通过资金 这块来进行排查 最终发现这个资金 就留到这个人 掌控了一些账户上 所以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这个人是操控 最早私相焉的 一个幕后老板 为了固定走私幕后老板的 犯罪证据 机司办案人员 对黄某实行了 全方位的盯梢 就在境内 他一般就在家里 电话操控 他有时候也会到 境外去了解一些情况 他经常到越南 泰国 这些国家 他不是出去 旅游观光的 不定期的出去 有时候一个月 有时候几个月 都有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都会 密切光注他的行踪 经过一年时间的摸牌深挖 机司人员掌握到 湛江人黄某掌控的 两家国产卷烟境外经销商 以在越南 泰国 柬埔寨 拥有免税店等 免税销售渠道为由 像广西中烟 湖南中烟 浙江中烟等国内的烟草公司 申购专供出口香烟 香烟出境后 又与三个境内 走私卷烟团伙互相勾结 组织卷烟 回流走私的大量证据 一个是它出境 出境的这个香烟出境的 就是专供出口的这个烟 出去的这个环节 我们能够证实 然后再一个回流回来 这个入境的一个环节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货物到哪了 这个货物流 再加上一个资金流 就串起来 就是环环相扣了 所以说我们是说 我们要掌握它整个链条 所以说我们对我们的要求 越来越高 越来越远 所以说我们从一个 案件的经营 到它最后 能够成形 能够破 所以说我们是说 必须要通行考虑 整个链条掌握 这次我们要全链条到 就要从境外订货 就是说订货人 就是说等上家 一直达到什么 就是到销售 销售党口 我整个链条 就是全链条的打击 比如说我们使他们 是 我跟他们说 打到他最后的幕后老板 我们自己去解释一下 这是我们打击 捲引走势的一个 最终的目的 2019年2月27日凌晨 在海关总署 基司局的统一部署下 广东分署基司局 启动战区作战模式 直接指挥 湛江南宁海关基司局 展开收网行动 收网的时机 是考虑到保证 主要的犯罪权益到案 一个是在黄某 另一个是在 广西竞进环节 还有一个就在 国内销售 客户的这些环节 各个前员 考虑到都要到案 这个时机 我们就成熟 就开始这个收网行动 收网行动当天 湛江 深圳 广州 福山 东莞 南宁 北海 东兴等地 出动了300余人 实施抓捕行动 我们当时抓了 是40多人 我们是动用了总署 基司局 在分属局局 还有兄弟 基司局跟地方 政府 公安等部门的力量 这场没有硝烟的 打击卷烟走私战役 成功歼灭了 长期活跃于两广地区 从事卷烟走私的 专业性团活 证据显示 总案值约20.1亿元 涉税约13.39亿元 我们先后蒸办了 YX-1901和YX-1902香烟案 这两个香烟案 可以说在我们今年以来 在我们整个海关系统打击香烟 这是说最大的案件之一 特别是在YX-1902案件里面 我们从原来的直达中间环节 扩大地打了 就是说我们境外销售 境外定员 一直到珠江三角洲销售 整个列条的打击 这个案件实现了一个全量点打击 这是以往我们在香烟打击这块 是没有的 那么查扣的走私香烟会如何处理呢 会不会通过拍卖的方式 重新流入市场呢 这个是肯定不会的 那么根据我们13年的时候 这个海关总署 财政部 还有这个国家烟草总局 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关 阀磨走私卷烟的这个管理的一个通知 已经非常明确了 对于查获阀磨的这个走私卷烟呢 一律做销毁处理 绝对不会流入市场 危害这个国家和消费者的这个利益 它是完全是没有通过任何的 合法的检疫手段 对消费者的健康来讲呢 也是有一定的隐患 作为老百姓 我们要一起来抵制这样的 非法渠道进来的 这个走私卷烟的这种行业 目前 湛江正在建设 海关总署国家烟草专卖局 打击烟草走私情报中心 将通过智慧机私的建设 持续提升烟草打私能力 海关总署 与国家烟草总局 打击香烟情报中心 在我们的建立 就是说这个中心的建立 为我们打击香烟这块呢 提供了一个情报的支撑 为了我们下部打击香烟 走私这块呢 我们是说提供了一个是 技术上的支撑 为我们以后呢 是通过这个中心呢 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情报 就是为全国打击香烟这块呢 我们是起到积极的作用 他们就像一柄出鞘的利剑 彻底斩断了走私香烟的罪恶链条 可是还有另一种 来自海上的走私货物 比走私香烟对人们健康的威胁 更为严重 那就是过期冻肉 危机时刻 守护国门的另一柄利剑 同样应声而出 僵尸肉 指冰冻多年销往市场的冻肉 僵尸肉多为走私品 走私的冻肉 都是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 质量以及安全 不能保证 广东警方 对走私冻肉违法犯罪的打击 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态势 坚决杜绝问题食品流入市场 为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我们广东海警局主要担负 广东海域的海上综合执法工作 管辖海域约42万平方公里 今年以来始终保持高压掩打态势 打击海场违法犯罪活动 今年共查获涉嫌走私动品案件 但是因为利益驱使 还是有一些不法分子 依然穷尽一切手段 试图闯关进境 赚取黑心利润 2019年春节刚过完 广东深圳海警局 就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 有一批疑似的走私货品 流入我们内地 具体的时间和货物数量 还有型号我们还有待侦查 但是可以肯定是 行进路线肯定要经过深圳 该批涉嫌走私动品的海上航线 要想到达内地 势必要经过深圳海域 深圳海警局 马上对这一情报进行分析 有一个初步的判断 既然说经过我们的水域 我们就集中我们深圳海警局 这边所有的海上的力量 包括我们的大铁和摩托艇 展开24小时那种拉网式搜索 争取把它的线索 精确到是聚起的那一天 大概是拿几艘可疑的 大型的集装箱货备船 这个船号给它确定下来 深圳海域分为东部和西部两片海域 特别是西部海域的货轮流量非常大 深圳湾从市湾到内丁丁海域 然后再到港庄大小 这里面的话 因为外地的货流量船非常大 然后地形的话也很狭窄 有些那个像那个口子 像口袋形的地形 它那种货船就很容易 就是伪装或者是它那个 通过那个地形的掩护 就迅速逃入那个内地 针对该情报信息 深圳海警局成立了工作小组 兵分两路展开扩线经营 一队侦察人员 对走私船只 可能经过的海域进行分析研判 并严密布控相关海域 另一队侦察人员 则走访当地港口 查探是否有可疑船只 往岸上装卸洞瓶 白天是以盐控为主 晚上就是以蹲点为主 在各个重点的一些海域和地形方面 都有我们的艇 刨在那里进行那个 就像那个陆地上那个战哨一样 就是在那里定点的在那里监控 4月14日 深圳海警局再次收到消息 涉嫌走私运输洞瓶的集装箱货船 为月红海78号 此时该船已经出发 所以我们要查到这艘 我们要就是用目测来看这艘船的 船号是比较困难的 茫茫海上每天经过的货船打数千艘 如果嫌疑船只关闭船舶识别系统 隐藏在过往的船队之中 海警执法人员想要找到它 就如同大海捞针一样困难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描述 然后去找 也基本上是个大海捞针 但是如果说真的是碰到这种类型的船只 我们应该会注意的 因为海上的话 这种大型的货轨船 就是在每一天的那个船条量中 还是比较醒目的一个位置 广东海警派出44-105舰 即多艘摩托快艇 在嫌疑货船 有可能经过的相关海域设服 一般是选择晚上 但有时候也不排除 它反其道而行之 它白天可能也会就是 就是说来干一票大 中午12时 在深圳大蝉岛附近海域 海警执法人员 发现了月红海78号过船的踪迹 对于海警执法人员的喊话 货轨船根本不予理会 反而加大马力试图闯关逃窜 此时天空下起的雨 海面上突然起浪 床博刚开始还是不停船 有拒绝检查的嫌疑 他的船只没有减速 还是一直往北台 当时我们就还是一直喊话 然后一直跟在后面 跟了将近十几公众 然后我们一直喊话 当时船上的船员 也是意识到了这个事情的运动性 然后也慢慢地就停下船了 在执法快艇的追击下 货柜船迫于压力减下了速度 趁着这个时机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 执法快艇迅速靠向集装箱货船 成功登船进行检查 特别是考验我们的摩托机驾驶员 相对于来讲 他们在海上开船 不像在陆地上开车 因为它有一个逛性的问题 再加上海上的海矿 如果是风浪大 或者是它水位的生前的问题 很可能影响到 整个船的一个操作 所以在海上开船 追击犯罪嫌疑人的过程 是相当危险的 三名存云当时全部都在驾驶员 然后我们 我们执法的人就将三名存云 将其控制住 你好 我们深圳海警的谁不算人 你从深圳出来去哪里 去中山呢 去中山干什么 干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啊 好 行 经过登船检查 船上装有28个集装箱货柜 装满来自境外的洞品 共计800余吨 然后我们后面就跟 方队选人进行核实之后 他们也在这个运船运船运火过程中 为报相关的海上部门批准 同时也为持有该批动品的任何当局 他们就是从那边是有组织过来的 大概在内地可以卖个那个十倍的那个价格 经过相关机构进一步检验 涉嫌非法走私的洞品中 有50多吨是来自非洲诸瘟高危疫区 像这边货柜 你看它这个包装都是不同的 然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来源地 也是来自不同国家的 这是画期 帮你拿了两个柜 帮这一皮柜分开来 此次查获的800多吨动品走私案 正是走私动品猖獗的一个缩影 一旦这些动品流入市场 后果不堪设想 有可能它的卸货点是当一的一个点 但是它之后的货会可能 往广东部境的一些省份进行传送 然后再传到全国各地 这样子的话 对全国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而且它这个流入市场之后 是无法再查明这些动品的来源 根据我国刑法第151条规定 走私珍惜植物及其制品等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现在已经移交给了相关的海上部门 然后就进一步处理 这三人已经都被刑拘了 下一步 面对海上这个违法犯罪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将加大海上形势的研判 研究熟悉走私违法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加大打击力度 全线分控 重点区域的全线之首 同时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合 有力打击海上违法犯罪活动 有效地维护广东海域的安全稳定 面对海上复杂多样的走私违法犯罪 广东海警将全力出击 坚决把走私动品据于国门之外 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舌尖上安全 保驾护航 捍卫一方水土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ting Zusammen